根据国舰署调查结果显示 每六名长者就有一名曾在一年内跌倒过一次 轻则挫伤 瘀青 重则骨折 伤及脑部 甚至卧床不起 跌倒俨然成为长者健康状况下滑的转类点 万芳医院与伪创医学科技 携手医疗场域验证 透过人性化的自视带变形载具 以科技照护产品辅助长者 把关引法族的健康安全 高龄脆弱骨折 还有关节致患的病人 负能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及早下床 及早活动 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目标要有一个相当大的人力 或者是辅助的工具 这个电动行动车就是一个可以取代的人力 传统住行机它要够力量 它要能够撑 能够自己滑 自己走 而且容易跌倒 那它的特性 第一个刚刚有提到 它可以有抗阻力 它可以抗阻力 那如果要滑倒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个撑住的力量 它可以辅助上下坡 它一个缓慢的行动力 可以带着病人走 所以可以带着病人走 可以防止它跌倒 这样这是一个早期下床安全考量的一个 蛮大的一个重点 这款制式带变形电动车 可以一键切换骑乘与住行两种模式 帮助下肢行走能力不佳的使用者 维持肌耐力以及行走能力 成为陪伴长者或术后病人行走的好帮手 咨询武器本身是有一个智慧的 它知道病人需要出多少力 有没有上坡下坡或者是有一个小坎 这些它都能够克服 它能够自己侦措到 然后让找到最适合的这个数据 参数的调整 让病人在推它走的时候 当做住行器的时候 能够夺到一个最大的附件功能 那如果说它走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累了 它要休息一下 那它就可以按一个箭 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就变成了一部电动的一个小车子 那这个车子也有特点 它基本上它有一些感知 它有一些安全的设备 然后它最大的重点是 它是一个很小的旋转半件 那像在台湾这种有一些社区的电梯 很小 那如果你的转弯的 如果不能够在这个电梯里面转弯的话 你就必须要倒退出来 然后这都是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当家中长辈不便于行时 经由专业人士评估后 善用辅具便能兼顾生活品质与安全 同时也能减缓照顾者的负担 万方医院也期盼 借由致世代变形载具 降低跌倒骨折的意外 让银法族享有无余的勒领生活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